欢迎收看小高 10月25日下午结束的东京战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 中国选手郑清文以2比1战胜加拿大名将费尔南德斯 晋级东京战四强 比赛中局间休息时发生了有趣的一幕 郑清文坐在场边吃香蕉补充能量 却吐掉了香蕉的尖尖 昨天与日本选手内岛蒙下比赛的最后一盘 郑清文送蛋对手 而上次对阵费尔南德斯时 郑清文也曾经在决胜盘送蛋 今天对阵费尔南德斯的第一盘 郑清文再次送蛋 不过第二盘 郑清文也吞下了隐形蛋 先破发1比0领先后吞下隐形蛋 连丢6局1比6输掉 郑清文在决胜盘开局3比0后 虽然没有再出现蛋 还是把优势守到了最后 以6比0 1比6 6比3赢下这场比分 极有张力的比赛 把与费尔南德斯的对阵记录追平 继五网之后再胜对手 亚洲赛季连续三战击身四强 郑清文闯入东京赛半决赛 他将和6号种子施奈德争夺决赛权 比赛局间休息时有趣的一幕发生了 郑清文坐在场边吃香蕉补充能量 只见他包开了事先准备好的香蕉 郑清文正要大快朵一 突然眉头一皱 只见郑清文咬掉了味道较苦涩的香蕉尖尖 扔到了一旁的塑料袋中 随后才啃了一块香蕉 郑清文一边吃香蕉 一边喝一口水再擦一把汗 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一下 补充好能量准备继续比赛 没想到郑清文不吃香蕉尖尖 还上了微博热搜 对此 网友们纷纷表示 有次去动物园看大猩猩吃香蕉 也是不吃尖尖 我也是这样的 香蕉尖我会先咬掉香蕉尖尖 确实色嘴 原来大家都不喜欢吃香蕉尖尖 哈哈哈哈 我也一模一样 我最爱香蕉尖尖了 香蕉屁股我不吃 第一次知道香蕉尖尖 会有人不吃 我和世界冠军是一样 满足我跟女王一样 不爱吃尖尖 哈哈 哈哈第一次发现郑清文 有这种小癖好 突然感觉 大家都有共同的爱好 真有意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